大家好,欢迎来到海娟美食 在我们这里有个羊汤馆 每次去喝羊汤的时候,必点就是盘丝麻酱烧饼 据说这款麻酱烧饼带回了整个羊汤馆 今天海娟就把这款盘丝烧饼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盘中放入中筋面粉300克 加入酵母3克 5里泡打2克 白糖5克,促进发酵 加入190克的温水 先把酵母化开,边倒边搅拌 搅成大面絮状,揉成面团 揉面的方法,我每次都是一边揉一边用面擦拭旁边的干粉 揉几下擦几下 用这个方法揉出了面,到最后基本上是盆光,面光,手光 揉成一个中度软硬的光滑面团 饧面30分钟 做麻酱烧饼,灵魂之处就是这碗麻酱 碗中倒入150克芝麻酱 加入3克的盐,10克的生抽 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匀以后备用 案子上撒一些干粉 取出饧发好的面团 把面团整理一下,拍干净面里的空气 直接按压扁 擀成长方形的大薄片 擀成大约为0.5厘米厚的大薄片 表面拎上我们调制好的麻酱 用刮板给它涂平,涂匀 抹匀 抹匀以后,表面再撒上一层干粉 让它有更好的起层 然后我们从底边给它卷起来 卷上两圈以后 一边拉伸一边卷起 一边伸一边卷,一边撑一边卷 卷成这样的桶状 然后我们给它对半切开 取过其中的一份,轻轻拉长 然后我们从中间给它切开 两个对折在一起 拧一拧 撑住两头,再轻轻拉长 然后再从中间切开 然后再从中间切开 重复刚才的动作 把它拧在一起 拧住两头,再轻轻拉伸 拉伸长一后 再从中间切开 同样的动作对折起来 把两个捏在一起 拧一拧 这样的动作重复三次 然后把它搓长 搓匀 搓成长条状 分成均等的三份 取过一个切好的面剂 两边给它封好口 然后两只手向相反的方向拧一拧 在手心里直接压扁 我们盘子里放上一勺蜂蜜 再放一些凉开水把它化开 拿过一个生坯 我们沾上一层蜂蜜水 再沾上一些芝麻 直接给它压扁 擀得薄一些 擀成这样圆一点的饼皮 电饼成预热 多放一些油 油 油热以后放入生坯 盖上盖子 加快成熟 烙至底边变色 我们给它翻面 翻面以后继续烙 就不用盖盖子 翻面以后转动一下饼皮 让饼皮 让饼受热均匀 烙至饼的另一面变色 再次翻面 漂亮 全程保持中黄慢烙 防止一下烙糊 反复翻面 全程大约需要四五分钟的时间 翻面再看一下 烙至饼的两边都称这样金黄色 按压边缘快速回弹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 去羊汤管必点的麻酱烧饼就全部出锅了 家人们看着做法是不是超级的简单呢 不但有麻酱的香味 还有浓浓的芝麻香 表皮特别的酥脆看一下 那里柔软咸香 咬上一口是真香呀 家人们你们喜欢吗 如果喜欢就先收藏 有时间试做吧 我是海娟美食 谢谢您的陪伴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大家好 我是海娟 今天分享一款家庭版的麻酱烧饼 制作起来简单方便 一看就会 下面开始制作 首先大盆中倒入普通面粉300克 加少许的糖 3克的酵母 用温水和面 边倒边搅 搅拌至大面絮状 下手揉成团 面团 揉成一个柔软的面团 盖上盖子 发酵至两倍大 接下来碗中放入两勺麻酱 加少许的香油 稀释一下 搅拌均匀 备用 大概过了40分钟 面团已经饧发好了 取出 多搓揉几下 排干净里面的空气 揉好的面 直接按压扁 擀成长方形的大薄片 面片的表面 撒上我们调好的芝麻酱 用刷子均匀的涂抹开 然后再撒少许的盐 从底边卷起 卷成一个桶的形状 整理一下 揪成大小均等的面剂 把面剂子两边按压紧时 往中间折叠 封住口 季口朝下 整理均匀 整理成圆形 全部做好后 生坯的表面刷少许的清水 撒入芝麻 取过一个面剂 用擀面杖擀开 擀成稍微厚一点的圆形饼坯 盖上保鲜膜 二次醒发10分钟 电面称预热 刷少许的底油 放入做好的生坯 生坯的表面 也刷一层薄油 锁住里面的水分 盖上盖子 开上下火 烙着2分钟 2分钟后 我们给它翻一个面 继续再烙2分钟 烙着另一边也变成金黄色 再次翻面 烙着两边都成这样的金黄色 按压能够快速回弹 就证明熟透了 可以出锅了 这款烧饼是不是超级的简单 家常的口味 里面层多 又渲软 简单 还省事 想看更多的美食 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我们下个视频见 大家好 欢迎来到海军美食 今天分享一款麻酱烧饼的做法 层层叠叠 渲软好吃 做法还非常的简单 首先大盆中放入普通面粉300克 加入3克的酵母 用200毫升的温水 先把酵母化开 边倒边搅拌 用筷子搅成一个偏软的面团 这个面团因为水分特别的充足 如果用手揉会有些粘手 我们只需要用筷子简单的搅成团即可 盖上盖子 密封醒发至两倍大 醒面的时间里我们来调制一个芝麻酱 大碗中放入两小勺的芝麻酱 加少许的盐 增加一下底味 再放一点点香油 搅拌均匀 看一下这个面 面团已经醒发的特别好了 我们按板上还有手上抹上一点油 防止粘连 然后把面团擀成片状 长方形圆形都是可以的 拎上我们调制好的芝麻酱 从底边一边深拉一边往上卷 卷成筒状 切成均等大小的面剂 然后拿过一个面剂 两只手向不同的方向给它拧一下 直接按压扁 这样能够增加麻酱饼的层次感 按成圆形饼状 表面撒上一些芝麻 增加香味 用手再压一压 防止芝麻脱落的太多 做好以后 盖上保鲜膜 二次醒发10分钟 看到饼坯 醒发着明显变大 胖胖的鼓起来就可以了 电饼称提前预热刷油 放入赶好的生坯 全程开中小火慢烙 防止饼的表面颜色变深 内里熟不透 烙至饼的底面变色 给它翻一个面 烙至另一边变色 再次翻面 看到饼烙至两面金黄 按压有回弹 即可出锅 记住全程不需要盖盖子 如果盖盖子会影响饼的启发 做出来的饼就不够鲜软 用这个方法制作的麻酱饼 全程没有一点难度 表皮酥酥脆脆 内里绵软咸香 真的特别好吃 咬上一口满嘴香 家人们有喜欢这款麻酱饼的吗 谢谢您对海娟美食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大家好 我是海娟 今天分享一个老北京麻酱烧饼 步骤简单轻松上手 下面开始制作 盆中倒入普通面粉500克 加2克酵母 5克白糖 用常温水和面305克 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大面絮状 下手揉成团 中度软硬的光滑面团 盖上盖子 醒至10分钟 不需要发面 醒面的时间里 我们来准备花生酱 110-120克 加入1克的花椒粉 1克的五香粉 2克的盐 充分的搅拌均匀 备用 再来调一个料汁 碗中加入一勺红糖 一小勺酱油 搅拌均匀 取出醒好的面团 直接按压扁 擀成长方形的大薄片 尽量薄一些 面皮的表面撒上我们调好的芝麻酱 用刮刀均匀的抹开 抹平 把酱料刷匀后 表面均匀的再撒一层面粉 然后从底边 轻轻拉伸 一边拉伸一边卷起 封口向上 轻轻按压扁 两侧对折过来 再按压 然后再对折 盖上保鲜膜 松弛5分钟 醒好的面团 再次按压扁 擀开 也是尽量擀薄一些 只要不擀露馅就可以 擀成大薄片 表面上一层薄油 涂抹均匀 涂抹均匀 然后从底边卷起来 卷成这样的桶状 整理一下 切成大小均等的面积 看一下面积里面的层次 特别的丰富 我们把两面给它捏紧捏实 防止漏油 然后四个角往里对折 用虎口轻轻收拢 光滑的一面 沾上我们调好的料汁 再沾上一层芝麻 轻轻按压 这样一个面积就做好了 沾料汁 蘸芝麻 按压扁 非常简单这个手法 电面积预热刷油 油热后生皮芝麻面朝上 放入锅中 盖上一个高一点的盖子 开小火烙至四五分钟 烙至底边变色 我们给它翻一个面 看一下这个颜色 看下这个颜色特别的好看 盖上盖子 继续烙至五分钟 时间到 再次给它翻面 盖上盖子 再烙二三分钟 时间到可以出锅了 看这饼熟没熟透 我们用铲子按压边缘处 看一下 立马回弹 这样就熟透了 可以出锅了 麻将火烧就全部出锅了 咱们切开一个看一下 看一下里面的层次 特别的丰富 表皮是这种金黄酥脆的 内里绵软咸香 如果您喜欢 可以尝试做一下哟 我是海娟美食 我们下个视频见 今天海娟分享一个 好吃的麻酱糖火烧 看一下这个颜色 翻面看一下 漂亮 真的一出锅 满屋飘香 如果你也喜欢吃 跟着海娟一起制作吧 全程无技巧 无难度 大盆中放入普通中筋面粉 500克 加入2克的无铝泡打粉 1克的小苏打 2克盐 搅拌均匀 搅匀以后 分少量多次的加入 330毫升的温水 继续搅拌 搅至这种大面絮状 揉成面团 揉成一个中度偏软的光滑面团 盖上盖子 醒上20分钟 醒面的时间里 我们准备一个芝麻红糖馅 100克的红糖 放在案板上 用擀面杖给它擀开 擀成无颗粒状 碗中准备200克 卸好的芝麻酱 放入擀制好的红糖 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 搅匀以后 放在一边备用 如果喜欢吃甜的 这里还可以放少许的白糖 取出醒制好的面团 压扁 擀成大片状 擀成这样长方形的大薄片 面片的表面 捏上我们调好的红糖芝麻酱 用刮板给它涂抹均匀 抹匀以后 我们表面撒一些干粉 然后从底部给它卷制起来 一边撑拉一边卷 这样出来的层次会更好 这样就会把面片拉得更薄一些 基本能露着糖的这个状态 然后我们从中间的部位 给它切上一刀 分成两块大肠面剂 拉住两边给它拉长 再从中间给它切上一刀 然后两个大肠面剂落在一起 同样的动作 再衬拉 然后给它拧一拧 搓得长一些 放在一边备用 拿出来的另一条 同样的动作 撑拉 中间切成一刀 两条落在一起 继续撑住两边 撑拉长 然后给它拧劲 拧好劲 揉成长条状 然后我们给它切成均等的面剂子 取过其冲的一份 从中间一分两半 季口朝上 然后我们给它往不同的方向拧一拧 上面的季口给它捏紧 然后给它推到里边 形成一个窝窝的形状 另外一边也同样 给它捏一捏拧一拧 推在里边 直接压扁 直接擀成薄饼状 不要擀得太薄 稍微有一点点厚度 把剩下的面剂子全部擀好 饼铛提前预热刷油 油热之后放入擀好的饼皮 烙至五分钟之后 我们给它翻一个面 已经出来香味了 另一边同样烙至五分钟 我们再翻面看一下 哇漂亮 已经起酥了 看这边上还掉渣渣呢 颜色特别的漂亮 两面金黄 全程大约十分钟左右 烙这个饼火候也非常重要 千万不要大火烙 防止表面糊掉 那里还不熟 拌开里面 咱们看一下 里面软软的 一层一层的 特别的好吃 喜欢吃的家人们 可以动手试做 在家这样做 方法特别的简单 学会了 我们再也不用去早餐店里了 谢谢您对海娟美食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大家好 欢迎来到海娟美食 今天海娟给大家分享一道 特别好吃的麻酱烧饼 表皮酥脆 内里绵软香香 制作方法特别的简单 下面开始制作 盆中倒入中筋面粉400克 加3克的酵母 5克白糖 用280毫升的温水和面 先把酵母化开 边倒边搅拌 搅至大面絮状 下手揉成团 揉成一个偏软光滑的面团 饧面20分钟 注意啊 这个面是半方面的 20分钟就够了 饧面的时间里 我们来调麻酱 碗中加入3勺的芝麻酱 少许的五香粉 少许的盐 加入刚烧好的热油 加入热油的目的 是激发出五香粉的香气 搅拌均匀 放凉备用 取出饭好的面团 搓揉几下 排干净里面的七体 揉好的面团 直接按压扁 搅成长方形的大薄片 搅成厚度 大约为0.2厘米的薄片状 面片的表面 盯上我们调好的芝麻酱 然后利用刮板均匀地涂开 抹平 撒上少许的干粉 让层次更加的分明 然后从底边卷起来 卷成这样的长筒状 从中间横着切开 然后两根面条背靠背 从一头卷起来 上劲儿 中间整理一下 切成均等大小的面积 拿过一块面积 继续上劲儿 然后挽一个卷 直接按压扁 再蘸上一层芝麻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用擀面杖擀开 擀得稍微薄一些 擀成这样圆形薄饼即可 饼坯就全部擀好了 盖上保鲜膜 二次饧面十分钟 电饼中预热 稍微多放一些油 油热后放入生坯 盖成一个高一点的盖子 先烙二分钟 烙至底部变色 我们给它翻一个面 盖上盖子继续烙 烙至两边都成这样的金黄色 按压边缘处快速回弹 就证明熟透了 出锅 看看另一边 更漂亮 麻酱烧便就全部出锅了 看一下这颜值 两边金黄 看一下 特别的酥脆 表皮酥脆 内里绵软 掰开一个看一下 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 如果您也喜欢 就先收藏 有时间试试吧 我是海娟美食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海娟美食 今天给您分享一道 好吃的麻酱烧饼 学会了 我们再也不用去早餐店买了 在家制作 简单省事儿 只需要一口平底锅 看一下这个颜值 有没有想吃的 首先大盆中 倒入320克的温水 加入5克的酵母 15克食用油 这个油最好用玉米油 无味的 搅拌均匀 让酵母融化 接着500克的面粉中 放入2克的无铝泡打粉 分少量多次的加入盆中 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无干粉的絮状 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一个柔软的光滑面团 盖上盖子 醒发20分钟 醒面的时间里 我们来调制酱料 碗中放入120克的芝麻酱 加入少许的老抽 一点点鸡精 少许的盐 再来一点点白糖调味 倒入10克的絲拉油 最后放入少许的13香 把所有的食材搅拌均匀 搅拌成这样 粘稠一点的深色麻酱 面板上撒入干粉 取出醒发好的面团 不用揉面 从外向里叠加一下 整理整齐即可 按扁 擀成长方形的面片 擀成面片的厚度 大约为0.5厘米 这样就可以了 面片的表面 拌上我们调制好的芝麻酱 用刮板刮匀刮平 涂匀 涂匀以后 再撒上一层干面粉 这样层次纹理就更加的明显 然后从底边给它卷制起来 卷的稍微紧实一些 一边卷一边撑拉 从中间一分两半 再次分成均等的面剂 一个面剂大约50克左右 取过一块面剂 按压扁轻轻拉长 然后从中间给它对折 这样层次加倍 从中间用大幕手指头按压下去 然后虎口给它收拢 一边转动一边往上收 形成这样的小面剂 面剂的底部蘸一些酱油 再沾上白芝麻 整理一下 直接压扁 压成一厘米厚的小圆饼 这个饼一定不要太薄 小饼全部做好后 开始下锅烙 饼称提前预热 放油 油热以后 芝麻面朝上 放入锅中 盖上一个高一点的盖子 烙至二分钟左右 看到小饼全部鼓起来 底边变色 我们给它翻一个面 盖上盖子继续烙 烙至另一边变色 再次翻面看一下 按压边缘 立刻回弹 就证明熟透了 可以出锅了 出锅 家人们看一下 麻将小烧饼就出锅了 一斤面粉 我烙了这么多 看一下 有没有食欲 掰开 给朋友们看一下里面 里面层次特别的丰富 蓬松又渲染 做法还简单 特别适合新手在家里制作 喜欢吃麻将烧饼的 别忘了给海娟点关注 有时间试试吧